热巴撞山五位明星,赢了三位,一位不相上下,另一位赢在了霸气。 娱乐圈出席活动都会穿各色各样的晚礼服,人一多,当然也会有撞山的尴尬。 而威蕾胖低刻是撞山想能手啊,娱乐圈的大半女星几乎都和热巴撞过山。 先挑几名大家都认识吧,一起来看一看。 第一位和热巴撞山的就是刘诗诗,如果不是看到了图片,真的不知道原来这件衣服,还能像刘诗诗这样穿? 这样穿一点线条美感都没有,而且显得身材比例是一比一,上身下身一般场,凸显不出腿的优势,对比迪丽热巴,在上三下七的比例简直不要太突出。 热巴正确诠释了这件衣服的真正穿法,毫无疑问热巴赢了。 第二位就是刘佳玲,两人穿的衣服鞋子还是挺相似的,但是刘佳玲阿姨的年纪大了,所以有点小肚子。 别的方面还是很可以的,而热巴的身材又是比较有优势的,没有小肚子。 这个也是热巴赢了,但是,如果像二十年前,肯定就不一样了。 二十多岁的热巴,和三十多岁的张小涵两人穿同款,是不是有点难以抉择? 那并没有,就热巴的气质和身材,就甩张小涵一大劫。 头戴王冠的热巴,立马化身女王迪。 迪丽热巴又与李冰冰撞衫,李冰冰这些年可都是婚纪国内外的明星啊。 账相子是不会差,气质更比普通艺人高贵许多。 穿着这件黄色连衣裙更是显得气质突出,这把虽然出道时间没有几年,但是凭着自己的演技,还有自己的脾气性格,收获了一大批粉丝。 这件衣服两人穿的都是非常有气质,都很漂亮,所以两人是不相上下的。 莫尔卫婚纪歌谈多少年,而且长相虽然没有音乐出色,但身高还是没得说的。 他和热巴撞杉原本以为热巴能将莫尔卫加下去,可是好像莫尔卫将热巴比下去了。 上图中,莫尔卫相当霸气的站姿,有渲染力的笑容,简直不要太迷人。 而热巴这次就显得很拘谨了,也不像,虽然着装一样, 但是莫尔卫就是将热巴给PK掉了。 对于这个结果,是不意外的,你觉得一生其类谁最好看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